2022年 中国女排有三大赛事 女排国家联赛VNL 杭州亚运会 世界锦标赛 由于亚运会 市锦赛举办时间重叠 怎么办 有报道说 亚运会是中国女排的重点赛事 目标是冠军 那么市锦赛是否参加 如果组队参加 势必有二支中国女排 二个主帅 所以 世界锦标赛是否参加 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目前 中国女排处于历史上的低谷期 兵败东京 创造中国女排的最差战绩 对女排的伤害极大 而现在又处于新老交替 改革的起步阶段 所以 主帅的产生 球员的集训名单的选择又十分紧迫 传统的春节 是个时间节点 2022年2月1日 是春节 春节之后 女排队伍必将集合 训练 耐心等待一下 春节前 必定会有消息 是不是蔡冰不知道 但安家节大概率出局了 东营体育一条新闻说安家节去东营调研 他现在的头衔是山东女排主教练 原中国女排教练同学要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 必须在俱乐部出成绩证明自己 在山东执教 是不错的选择 山东有大批优秀的苗子 李同志执教 毫无收获 甚是可惜 国内的俱乐部教练 竞聘国家队主教练 你看好谁 我心中的几个人选 李铁明 可能性为零 方言 应该没有这个意向 蔡冰 目前比较合适 最近蔡冰采访说 作为教练要学会及时调整和摆平心态2022年 中国女排有三大赛事 女排国家联赛VNL 杭州亚运会 世界锦标赛 由于亚运会 市井赛举办时间重叠 怎么办 有报道说 亚运会是中国女排的重点赛事 目标是冠军 那么市井赛是否参加 如果组队参加 势必有二支中国女排 二个主帅 所以 世界锦标赛是否参加 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目前 中国女排处于历史上的低谷期 兵败东京 创造中国女排的最差战绩 对女排的伤害极大 而现在又处于新老交替 改革的起步阶段 所以 主帅的产生 球员的集训名单的选择又十分紧迫 传统的春节 是个时间节点 2022年2月1日 是春节 春节之后 女排队伍必将集合 训练 耐心等待一下 春节前 必定会有消息 是不是蔡兵不知道 但安家杰大概率出局了 东营体育一条新闻 说安家杰去东营调研 他现在的头衔是山东女排主教练 原中国女排教练同学 要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 必须在俱乐部出成绩证明自己 在山东执教 是不错的选择 山东有大批优秀的苗子 李同志执教 毫无收获 甚是可惜 国内的俱乐部教练 竞聘国家队主教练 你看好谁 我心中的几个人选 李铁明 可能性为零 方言 应该没有这个意向 蔡冰 目前比较合适 最近蔡冰采访说 作为教练要学会 及时调整和摆平 心态从成绩来讲 拼得还是不错的 但从技术来讲 还欠缺很多 我们教练员 不能因为赢一场球 就说对队员都好 输一场球 就说队员都不好 客观看待问题 这么看蔡冰可能性 还是蛮大的 但关键还是教练团队 之前带国家队 确实感觉 前期基本的磨合和基本技术 都出现了很大问题 这几年 从带江苏队的情况来看 有一点值得肯定的 是队伍每一次新老交替 虽有波折 但一年比一年好 尤其在20-21 雕决赛受伤前的 那套打法和阵容 让我看到了 高水平联赛队伍的影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